就是先準備了一個杯子 對 我前幾天喝完了 烏斯坦空杯子 然後呢 以及一罐鮮奶 我們可以塗髮店剛剛自己做嘛 對不對 然後我就先來試試看 我先去泡我的茶 然後泡了茶之後呢 我們再來準備牛奶跟冰塊這樣 喔 我這樣泡是無糖喔 完全無糖 它的漂浮雨縫呢 其實重點是在於 要有冰塊 所以現在好像有點太亮了 有沒有 就是太亮了 然後 以及我剛剛有點爆炸 但是不是重點 那個 就是我剛剛泡好的那個 有抹茶的綠茶 然後因為我剛剛先加冰塊降溫 那不然冰塊加太多了 所以我剛剛還把冰塊撈起來 哈囉 再來就是重點了 就是冰塊如果就是你倒好之後啊 就是你冰塊量真的不能太少 這冰塊量夠嗎 因為冰塊量不夠它會浮不起來 等一下 它融化了 它是不是已經融化在我的牛奶裡了 就我以前在 就是餐廳打工的經驗是 你冰塊量真的要夠 不然它會浮不起來 這我來試試看喔 然後不能倒太大力 你要輕輕的 然後 另外一個重點 一個沒高就是你要倒在冰塊上 也不能倒在飲料裡 你倒在牛奶上呢 那個牛奶就會 沉下去 有沒有有沒有看到現在慢慢變色有沒有 就是想要在自己在家裡泡呢也可以 不過因為我冰塊倒太多了 我覺得 我的那個茶 跟那個 牛奶 的比例 好像哪裡怪怪 我的茶比例好像有點少 算我泡很濃啦 我加了其實這應該是可以泡一整杯的那個 茶粉的量 因為我要給你們鏡頭看 不行 我要看 一直看不到冰塊在哪裡 被我的手擋住了 有沒有有沒有 我看到一個很漂亮的漸層吧 有沒有 小六排 抹茶拿鐵一杯 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這漂亮的漸層 等一下有沒有太亮了 好不好 你們這樣才看得到 這裡是深色 然後這裡是淺色 好就是這樣 買不到只能自己做啊